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资讯共用的时代 无论身在何处 都可以立刻得知世上另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 正因为资讯太多 所以很难分辨哪些资讯是重要的 哪些是无关痛痒的 很多人认为圣经是一本过时 无聊 晦涩难懂的书 对于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来说 圣经又有什么意义呢 十八世纪 法国的哲学家福尔泰曾预言 在一百年内 圣经将进入博物馆 更加先进的哲学思想将取而代之 但到今天 圣经仍然是世界上最畅销的书 也是历史上最成功的文学巨著 圣经在全世界的年度销售量超过一亿本 优胜圣经软体的下载次数也已经超过了两亿 每年最畅销的书籍都是圣经 实际上正因为圣经极其畅销 人们不再把它列到排行榜上 因为每周位居销售榜榜首的都是圣经 很多人会说圣经是史上最畅销的书 它也是最有能力的一本书 圣经具有改变个人以及改变社会的力量 在英国女王加冕仪式上 有个人把圣经交付在女王的手中说 我们把这本书献给您 它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 圣经真的非常宝贵 诗篇的作者说 圣经比金子更宝贵 事实上 圣经是如此宝贵 以至于许多人为了与他人分享圣经 牺牲了性命 圣经是由上帝的启示所写成的 使徒保罗写道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按照希腊文执意 默示这个词就是神所呼出的气息 圣经就是神的气息 我为什么会相信 圣经是神所启示的呢 让我用一句很简单的话来解释 圣经宣称呈现证明 它是神的启示 圣经如此宣称 我举个例子 保罗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圣经也呈现了经上处处有真理 而圣经也证明事实如此 这点我感受很深 每当我读圣经并付诸实践时 我就感到上帝透过圣经向我说话 我鼓励你 你也可以这样试一试 你将会发现圣经能证明 他就是上帝的话 在方济各教宗的公开信 福音的喜乐中 他鼓励每一个人 都应该仔细地研读圣经 他说我们不应该盲目地寻找上帝 或者等待他向我们说话 因为上帝已经向人类说话了 没有什么是我们应该知道 但是他尚未启示给我们的 让我们领受 蕴含在启示话语中的神圣宝藏吧 在一千六百多年中 至少有四十位作者 撰写了圣经书卷 他们当中有 国王 学者 穷人 哲学家 渔夫 诗人 政治家 历史学家 老师 先知和医生 他们的作品 体材各异 有历史 诗歌 预言 以及书信 因此 圣经是百分之百 由人写成的 但是同时 他又是百分之百 上帝的末世 这说得通吗 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 是由克里斯多福 沃伦爵士所建 他是英国当代 最伟大的建筑师 教堂在1675年 也就是沃伦43岁时 开始建造 在他的指挥下 历时36年建成 教堂在1711年 沃伦79岁的时候完工 虽然沃伦是 圣保罗大教堂的建造者 但他却没有 起过一块砖头 实际建造教堂的是 石匠 木匠 建筑工人 艺术家 但在幕后 沃伦爵士才是 这一切灵感的来源 圣经也是如此 圣经的作者很多 但建筑师只有一位 在幕后推动一切的是上帝 然而这并不代表 圣经中没有难题 使徒彼得谈到了 使徒保罗所写的书信 他说其中有些事情 我觉得难以理解 圣经中的确有很多 难解的问题 包括道德意义 难解的历史遗团 及一些明显的矛盾点 如果你曾经读过旧约 你会发现一些 不可思议的情节 你也许会想 这怎么可能是上帝的启示呢 这有些像苦难 和上帝的爱 基督教的核心 是上帝的爱 但是当你环顾世界 看到苦难 无处不在的时候 你就会想 在人间的苦难面前 又该怎么解释 上帝的爱呢 这的确不容易 同样 如何在圣经 是由上帝所默示的 这个前提下 解释其中的问题 和矛盾呢 如果你了解 圣经的文学体材 以及它的写作背景 那么你就可以解释 圣经中的一些矛盾 还有一点就是耶稣 祂是我们解释 经文的钥匙 耶稣就是爱 耶稣是上帝至高的启示 如果想知道 上帝是什么样子 看耶稣就好了 我发现 当你越相信圣经 是上帝末世的时候 你就越能读懂它 那么上帝 怎么跟我们交流呢 上帝跟我们交流 首要的方式 是通过圣经 圣经是祂的启示 有时候人们会说 如果上帝存在 祂为什么不出现 为什么不将自己 显明出来 答案是 祂已经这么做了 首先上帝 透过创造 显明自己 诗篇的作者说 诸天述说 神的荣耀 穷仓传扬 他的手段 这就好像 你站在高山之巅 就会情不自禁地 赞叹大自然的雄伟壮丽 在这样汉人心魄的景色面前 你会说 哇哦 宇宙中一定有位上帝 或者当你在夜晚仰望天空 看到穷仓繁星璀璨 你会说 一定是某种力量创造了这一切 不可否认的 我们存在 这个事实让我们无法忽略 在这个世上 的确有一位造物主 浩瀚精妙的宇宙显示 只有上帝才能创造它 而事实上 人类被造的时候 就被赋予了一种渴望 是对上帝的渴望 的确 上帝通过创造 启示了他自己 但是最终 上帝在一个人身上 显明了自己 他就是耶稣 我们如何才能认识耶稣呢 最主要的方式 就是通过圣经 显然 新约是关于耶稣的 那旧约呢 如果你是从 耶稣这个角度来读旧约 你就会看到 全本旧约都在讲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耶稣 所以科学探索 让我们清楚明白 上帝是如何借着创造 来彰显他自己 所以我们说科学很重要 科学既奇妙 又让人惊喜 而神学 探索上帝如何通过耶稣 通过圣经 来启示他自己 因此我们相信科学 和信仰之间 是没有冲突的 一般说来 大家存有 科学跟上帝不相容的观念 但是这点站不住脚 因为在十六世纪 跟十七世纪 当代的科学鼻祖 都相信上帝 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们都是基督徒 比方说齐利略 凯普勒 牛顿等等 凯普勒曾经说过一句名言 我们在探究上帝的思路 所以信仰上帝 绝对没有阻挡这些人的科学研究 反而成了他们前行的动力 因为他们相信造物主的存在 相信他是有智慧 有逻辑的灵 是宇宙的主宰 他们认为科学深具意义 因此他们坚持了下来 当我说我既是个科学家 又是个基督徒时 我一点也不尴尬 是信仰奠定了我的研究生涯 借着上帝赐给我们的智慧 我们研究他在自然界 以及他在圣经中的启示 我深深相信 若能正确运用他们 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冲突 福音书清楚地显示 耶稣认为旧约是上帝所默示的 对他来说 圣经的话就是上帝的话 从古至今 全世界的教会都信守这个真理 圣经是上帝的末世 是我们处世的最高指导原则 使徒保罗说 圣经与教训 督则 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艺 都是有益的 圣经中有很多实用的智慧 以及处世原则 例如如何爱人 如何原谅人 他也教我们如何健康的生活 工作 降养孩子 照顾年老的亲属等等事情 圣经列说的界限和原则 帮助我们活出美好的生命 也许你会想 这听起来好像一本规则手册 它会毁了我的自由 但实际上我们都需要界限 如果生活中没有任何界限和原则 那我们的生活就会陷入混乱 上帝赐给我们生活的原则 不是因为他恨我们 想让我们愁苦 而是因为他爱我们 希望我们能够真正享受生命 真正的自由来自知道上帝在至高处掌权 并且知道界限在哪里 对 如果孩子在没有界限的环境成长 他却不会有安全感 也不会快乐 我们也是一样 实际上 设立界限的初衷是爱 上帝说不可杀人时 不是为了剥夺我们的快乐 他说不可兼营时 也不是为了扫我们的信 上帝设立界限是因为他不想让任何人受伤害 因为他爱你 上帝曾经通过圣经说话 到了今天 上帝依然透过圣经在说话 人们将圣经称为上帝的情书 假如你收到你爱的人的信 你一定会很珍惜 我到现在都珍藏着我太太佩博写给我的每一封信 不是因为信件本身有多重要 而是写信的人对我意义非凡 耶稣曾经说 你们考察圣经 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 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 读圣经就是和那一位我们所爱的人交流 圣经就是上帝给人类的情书 这就是人们热衷读圣经的原因 耶稣明白指出 阅读圣经不仅仅是要让人学习知识 他的最终目的是要帮助我们和耶稣基督建立关系 这本书的真正使命 是要把你带入一段关系当中 真正重要的是这段关系 上帝渴望跟我们交流 和我们建立关系 约翰福音的结尾这么写道 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时基督是神的儿子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因此巩固这段关系 聆听上帝说话 认识耶稣的最佳方式就是读圣经 我们常把目标设得太高 你可能会说 我决定每天读一小时圣经 这个目标可真不小 或者选择在错误的时间读圣经 我建议你可以在早晨花十分钟 在吃早餐的时候读几节经文 还要选一个不会被打扰的地方 最重要的是读经计划 想一想你要读哪一个部分 我建议从福音书读起 这四卷书在新约中讲述了耶稣的生平 你还可以下载读经软体 比如圣经日日行 读圣经的方式有很多 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就行了 再来就是要力求简单 读几节经文 然后祷告 祈求上帝向你说话 再想想这几节经文 对你有什么意义 你认识到了上帝的哪些属性 你又得到了哪些鼓励 他是如何指导你做出选择的 上帝是不是要你换个方式做事 你该如何行出这个真理 如果遇到困难或者不懂的地方 你也不需要太担心 读圣经有点像玩甜字迷游戏 你会先从提示开始玩 有的时候会碰到你解不开的词 但你不会停下来 而是移到下一个提示 下一个词也许简单点 慢慢的线索越来越多 拼出的词汇也越来越多 就能够解开那些难拼的字词 读圣经真的很像甜字迷游戏 我不断地跟各种问题较力 经过多年琢磨后 我明白的也就越来越多 如果你期待上帝透过圣经向你说话 他会的 透过这种方式认识上帝和他交流 是件令人雀跃的事 我成为基督徒四十年了 我几乎每天都读圣经 不是因为我不得不这么做 而是因为我喜欢读圣经 这就像我为什么每天都要吃早餐 因为我爱吃早餐 对我来说不读圣经就好像不吃早餐 因为圣经是我的灵命食粮 我希望能鼓励你 希望你要养成每天阅读圣经 及向上帝祷告的习惯 那么上帝就会跟你说话 你将会感受到这是极为奇妙的经历 让我举个例子吧 我父亲是1981年去世的 当我刚成为基督徒时 我父母都不去教会 他们甚至很担心我信主 后来我母亲成了虔诚的基督徒 但是我父亲对我的信仰 总是抱持着很小心的态度 而他到底有没有相信 我其实没有把握 当他去世了以后 当然了 我非常思念他 我父亲的死对我打击很大 但是让我伤心的原因还有一个 就是我不知道他到底相不相信 耶稣是不是基督徒 在他去世以后的第十天 那天我在读圣经 我觉得上帝在透过一节经文向我说话 那是罗马书十章十三节 经文的内容是凡求告主名的 就必得救 我觉得上帝透过这节经文对我说 你父亲曾求告我的名 他得救了 这令我开始感到安心 就在这个时候 我太太佩博走进房间说 我读到一节经文 我觉得跟你父亲有关 是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一节 他说凡求告主名的 就必得救 真是太奇妙了 因为这句话在新约只出现在两处 而佩博读到了一处 我读到了另一处 三天之后 我们和查经小组一起研读圣经 正巧也读到了罗马书第十章 那天的重点正是第十三节 凡求告主名的 就必得救 我感觉在三天的时间里 上帝连续三次 透过同一节经文 对我说话 但是我就是那么小心 第二天早上 当我在上班的路上 我还在为这个问题纠结 我从地铁一走出来 抬头一看 地铁站挂着一幅巨大的看板 上面写着 凡求告主名的 就必得救 罗马书十章十三节 我还记得当时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个朋友 他说 你有没有觉得上帝在向你说话呢 现在让我问你同样的问题 你认为上帝正试着向你说话吗 如果是 你愿意听吗 我是 我说 你听了一个朋友 什么朋友 在这边 我听了一个朋友 我听了一个朋友